苹果日报他们根据最新民调 也就是在韩市长他讲矮度之后 他进行一个最新的民调 这个部分他们如果是三强顶利的话 韩国瑜现在拿到的是37.3% 而蔡英文拿到的是23% 柯文哲是27.6% 看得出来韩国瑜现在还是第一名 虽然有上升 但是柯文哲是垫第二名 蔡英文还是第三名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他们党内对比的时候 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另外如果是郭台铭选的话 柯文哲就会变成第一名了 柯是31.8% 第二名是郭台铭的29.5% 第三名是蔡英文的21% 也是蔡英文意思都是第三名的意思 这是刚刚收到的一个最新的 苹果日报的民调提供给你们做参考 还有户比的部分 就是赖对上蔡的时候 赖清德是33.9% 蔡英文是24.8% 差这么多啊 不过这个户比1.1%都没有 因为他们初选就 因为他们要做对比 对要做对比的部分 好 这是最新的民调提供给你做参考 现在在我们的扣音电话线上 是来自香港 香港邱先生你好 欢迎您上线 你好 你好 你们两个主持人好 你好 你要跟我们讲什么真心话 新闻大白话 对啊 我也是韩粉啊 我是被他看到中天 看到你们的这个 我是被他感动了 哦 所以你是在香港 然后看到台湾相关的新闻 对啊 我在YouTube上面看了 哦 你为什么会变韩粉 为什么被他感动 我是看到他在金钱党主席啦 还有那个 在那个 北农总经理的时候啊 对不对 他受到农民的用户啊 又受到市民的 这个 就是做得很好啊 但是民进党为了打 你几个月时间都不给 退休了都不给他 一定要把他拉下来 打压他 然后晚时间啊 那个那个影片啊 还有那个段期刊啊 还有那个 售二条 售二个那个 船票要弄他 收大搜查 他都能够进得去考验啊 哦 好 谢谢香港的邱先生 好难得哦 香港的朋友 我们的新闻都注意得很 而且他是从北农时代 他就有在关心韩市长 其实我们开播第一个 call in的也是一个香港的学生 说不定就是香港的邱先生 谢谢香港的邱先生 接下来上线的是台中的 李太太 李太太请说 你好 你好 两位的主持人 谢谢你们 哦 不客气 谢谢你 真的是我们那个 TVS真的是一个正义的节目 谢谢 啊 真的 你好 你好 韩国颜事长 这个是一位很贴切接地气的人 我也建议我们的卢市长 每次遇到他 真的是一个指标性的一个领导人 我想这么多人 K他 黑他 什么都 讲不通啊 还是我们的六月一号 跟六月二十二号 这个造势完 这个造势才是重点 接地气的草包 好 谢谢台中的李太太 谢谢你打电话进来 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另外是高雄的李先生 上市的李先生请说 你好 我是高雄丽雅俊林先生 那我原本是挺韓的 也是韓粉 但是我今年年 今年开始就转投郭台铭 因为我觉得他有实战历练 然后也就是那个经历 也比较内容 大概是这样子 对 好 六月一号这一天 601韓粉凯盗大适施 事实上刚才我们几个访问当中 也把整个这个活动 呃在酝酿的过程 来龙去脉 帮大家大概做了一些这个挖掘 让大家比较了解 但是呢 说到这个 呃要上北上庭韓市长 有些人是自发性的 应该说是大部分的韓粉 都是自发性的 但有一些人 好像就有点怪怪的 像我们看到的这个 首先这一块 他的画面来源是 蓝白拖的逆袭 这个粉丝专业 这个粉丝专业 药州应该知道 他其实是 青蓝的粉丝专业 但是他的 这个上面的 这个抬头的图呢 就叫试涵不同 所以对韓国瑜是 一直都不是太友善的 他最近一直被谣传说 他是吴主席 私底下的一个粉专 不过我们也没办法证实 对 但是这一个截图 我确实是从蓝白拖的逆袭 的这个粉丝专业上面 截下来的 就是有人就是说 我6月1号到总统府停函活动 一日游车支免费 提供午晚餐 还会去游两个景点 请问你们要参加吗 告诉我上车地点才好安排 而且还要告诉我身份资质号保 平安保险 马上就有人说 我会参加 看你要不要参加 哦不错的啦 到总统府宣示一下就好了 这感觉就是 这感觉就是不是像来者不善 就是来者不善的感觉 怎么会免费带大家 还去游两个景点呢 可是这个 简讯真的很好捏造啦 我随便打一把字 我也可以说 你看 所以这个都是没有经过求证 但因为他现在在网路上传 所以就让很多人会觉得说 你看韩国瑜动员 哦好有钱哦 还可以免费帮你出车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现在立刻也让很多的韩粉很紧张 因为你看杏仁哥其实他就有揪 他说我们要正式开始报名 这个六月一号的活动 然后要汇款 为什么呢 每个人是八百块 因为包括有车资啊 有些医疗平安险 还有便当钱 这个听起来就比较合理嘛 听起来比较正常 对比较正常 就是你要来 我还有看到另外几个韩粉 他们揪的是有讲说 就是先统计 然后车资多少 再按人头去算 听起来就比较合理 这些这才叫自发性 对我觉得还是有几个判断 依据啦 第一个就是刚刚林小姐讲的 你熟不熟这个人 如果是陌生人的提供你 就算是要你付钱的 也要小心一点 有可能付了车资 结果把你载到别的地方 不是到凯道去 也有可能啊 那或者是说完全不用钱的 这个更要小心一点 所以重点是要看 这个车资分摊的到底合不合理 还有你这个 你的对象到底是不是熟悉可信任的 不过其实台湾人现在 好像也大概被黑怕了 所以都很有警觉性 像2020韩国瑜总统后援会 这个总会的粉丝专业 就不同的网友都在po哦 各位韩家军 切记参加活动一定要自发性哦 不要到时候又变成走路工 就中了黑韩的记了 会害到韩总哦 你看有人立刻就提醒 还有6月号参加 这个台北凯道士师的 这个高雄台中的粉丝们 不要忘记走路工事件哦 只要跟全有关的 大家都不要贪小便宜 任何东西都不能拿不能接受哦 这个更直接 0601请拒绝免费的交通 免费的饮食 因为已经有人在布局陷害了 可能真的很多韩粉看到这种 不过就算要钱的也要小心啊 就像我讲的 要钱的到时候把你载到别的地方去 免费的应该是真的不能接受 很奇怪 到付钱的还要走 有没有熟悉啦 我觉得两大根据要小心一点 那你看也有这个粉丝就立刻po了 台东的车票不好买啊 但是他已经买到了 而且他是先从台东做到花莲 再从花莲做到台北 他说他冲啊 这个真的就是这个是自发性了 所以其实你们觉得台湾人 真的是被黑怕了 这些自发性的这种提醒 立刻在这个韩国瑜的粉丝 后援会上就开始提醒大家了 那另外现在在我们线上 这个是云林的农民了 林嘉欣 嘉欣你上线了 主持人好大家好 嘉欣我们现在都很担心 6月1号这活动 因为他来得很突然 所以这个各地的韩粉 他们到底搭游览车什么的 你有没有听过听到一些奇奇怪的讯息 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让大家可以判断 到底怎么搭车北上会是比较好 这个活动我可以跟大家确认 的确是韩国瑜的肇事晚会 所以我第一时间有问过韩国瑜 是或不是他很确认跟我说是 所以的确有很多风风雨雨的声音 谣言就是说有人要黑韩 还是说有人要趁机赚这个钱 我跟大家讲就是说 没有没有募款这件事 这都自动性的行为 如果有人跟你说要多少钱 甚至要你10万5万的捐赠 那我相信大家要理智的判断 韩国瑜不需要大家花这个钱 好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韩国瑜这阵子韩粉的已经压抑很久 的确够久 他们不管是说被说成狂韩粉 网路上的攻击 甚至有人黑韩 影射韩国瑜一些有的美的谣言 的确他们的压抑在心中 已经压抑很久 所以我相信这场凯道的晚会 一定会集结全台很多韩粉的聚集 跟韩国瑜的支持者聚集 相信这是一种正面的能量的散发 不要再让他们压抑 压抑太久 反而很多不理性的行为会出现 所以我是认为说事实的 事实的让他们宣泄他们的支持的力道 这是好事 而韩国瑜 我有跟他通过电话 他希望大家用爱与包容 理性来看待任何网路的谣言 甚至媒体界任何的传言 他希望大家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一直被归类在韩家军里面 可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你如果支持韩国瑜 希望在网路上留下一点一点的理性 不要去对对手做谩骂跟批评 这是韩国瑜最想要的 佳馨那还有一个疑虑 就是很多人看到这个蔡振元 因为蔡振元之前有讲过 这个爆料四千万的事情 让大家对他有一些借地耿耿于怀 但没有想到他这几天 是有帮忙推销这个活动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有点毛骨悚然 但有人甚至说 他会不会是幡然悔悟 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在想 政治的结合都会 蔡振元如果误会讲开了 跟韩国瑜误会讲开了 有道歉 韩国瑜能接受跟他 有个良性的一起进步的力量 我相信这也是大家所期盼的 所以说如果以前的风风无雨 已经过去了 大家都不要计较 放下心中的解 站在一起为了庶民 而我们来干一点大事 这才韩国瑜想要的 嘉欣那你那一天会上来吗 那你们云林现在动员 就是大家参加的议员是如何 云林现在不只是动员 下个礼拜我可以提前预告说议会 议会议会这些议员 已经要集结有一场造势的行动 所以你们云林自己也要办挺韩的造势活动 可能有基层会挑出来一起开记者会 甚至很多议员的结合 就可能办个云林县议会都会站出来 我办个云林县 有 办云林县的议会 可是最近郭董也频频到各县市去 而且几乎都是当地的陶廊 来陪着他 那你会不会觉得 是不是韩粉们 还有包括韩国瑜市长 可能都这阵子闷太久 闷坏了 希望说赶快参加一个活动 让大家士气有个出口 我一直在评论郭董跟韩国瑜的差别 就是韩国瑜的确会 导致很多庶民基层人民 主动站出来 而郭董的确是用他的人脉跟以前的经验 甚至他的经营模式 鸿海集团的庞大财物 下去拔装 这两个人的确大不同 的确大不同 而韩国瑜的韩粉 他的确情绪上已经压抑够久 我相信那一天6月1号凯道应该会爆满 应该会爆满 应该会给他一个事实的韩粉能量的宣泄 我也是这样 希望大家那一天不管你挺郭挺韩 不管怎样 大家不要脱绪有不理性的行为出现 这一点很重要 谢谢嘉欣帮忙提醒 对办这种大型 谢谢嘉欣 那一般这种大型活动真的最怕就是有脱绪啊 或是有这种刻意在里面制造一些纷扰的一个状况出现 但是呢说到刚刚嘉欣也提到黑寒黑很久了 这个要做黑寒专家继续帮我们研究 真的很黑啊越来越黑 上个礼拜六日都没办法好好修 黑到都起鸡皮疙瘩了 因为一直有一堆莫名其妙的资讯 我可以看到这个最先开头是吴子佳5月24号的时候 他上这个网路的直播节目里面 他有讲到 他说这个在2017年的时候 那时候一月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有查这个北农 到底有没有菜虫这件事情 当时办的这个如火如土啊 而且在当时检方还缤纷十二路 查了很多地方 发了十二张搜索票 那个有几个大事迹的时间点啊 十二月2017年一月的时候 缤纷十二路搜索那么多地方 那2018年六月的时候 有约谈韩国瑜 而且是在大选前哦 所以那个时候也很轰动啊 韩市长在说 这个动机有让人家有点揣响啦 那但是到了在去年 2018的十月的时候 这个检方是认为说此案 没有任何不法就症结了 所以闹人那么轰轰烈烈的 给人家感觉政治的动作好像比较多 大家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打住了 就没了 但没有想到现在 这个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 吴子佳他爆料 他说这个民进党的新潮流 用检调的方式来打压韩国瑜 2017年一月的时候 当时检调缤纷十二路查韩国瑜 那有一个地方在这个新庄王小姐家 那当时检方呢 也到这个地方去调资料 但没有调出什么啦 没有查出什么 只是他们把这个大楼的 这个监视器的录影带 好几个月的他把它带走 带走之后 他说他听检调单位相关人士跟他说 检调人士跟他说 他说黄文才也就是现在的高雄轮船公司的董事长 他在这个一路是跟着韩国瑜的啦 在北农的时候就已经 这张是在北农时代 他在北农时代就是他的专员 对在北农时代拍的 可以说是他非常得力的助手 他说黄文才陪着韩国瑜一起上楼 几个小时之后黄离开 韩国瑜在那边过夜 这事情大家都听起来会声会影的 不过吴子佳也没有讲得那么 很多人转述来说 这是小三啊 桃色纠纷啊 吴子佳连小三都没讲 他连过夜那一段都讲得很隐晦 但是就让大家想到说 好像有一个桃色的纠纷 讲得暧昧不明这样 看到黑影就开枪了 对 那黄文才他就出来解释啊 他说这个女士 新庄王小姐是自己多年前 介绍给韩国瑜的好朋友 彼此常常一起打麻将 泡茶聊天 如果韩国瑜由小三 去年选举早就被民进党翻出来 打到死了 有几个问题啦 第一个 现在传出来说这个新庄王小姐 其实是因为 以前黄文才他在媒体待过 他还当过媒体的主管 听说是他当媒体主管的时候 这个王小姐是那个媒体的业务 所以他们就有认识有熟视 那后来他离开媒体之后 他就变成朋友啦 变成朋友之后 他们是打麻将的时候 把他介绍排咖给他 坦白讲 我觉得有几个层次 当时韩国瑜是北农的总经理 北农总经理不是公务员喔 他不受公务员的规范喔 现在的北农总经理是公务员 因为他是农粮署调过去的 他是调过去 他本身就有公务员的身份 所以如果现在的北农总经理 去跟人家打麻将就不行 因为违反了公务员的规范 可是当时的韩国瑜是北农总经理 他是没有公务员的身份 所以打麻将又怎么样呢 如果打麻将不行 那这有点麻烦啊 然后更何况是泡茶聊天 那你如果要说他是小商 那更诡异啦 他一起上楼 黄文才跟他一起上楼几小时 有人跟小商约会会带了一个男的 然后进去几小时之后 这个人离开然后我们才开始过夜 有这种 而且坦白讲如果真的是小商 或者是有婚外情什么的 应该不只拍到这些 只有这样的影带吗 应该有更多啦 但是我觉得吴子佳的叙述方式 会声会影 他又避重秋青 他只有讲过夜 留了太多的那种 他连小商婚外情什么这些都没有讲 空白让人家可以去填了 然后另外一个重点是 如果真的有小商去年选举 早就被民进党翻出来了 打到死 那为什么去年没有呢 吴子佳的说法是说 因为最主要去年打选举的是陈其麦 陈其麦不是新潮流的人 所以新潮流虽然说从检调以握有这个证据 可是问题是新潮流就没有想要帮他 听起来 所以现在国民党初选新潮流就出手了 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道理 可是我问你 如果高雄市长民进党丢了高雄市的话 谁责任最大 花妈 那花妈是新潮流最大咖的人 所以我觉得吴子佳这个说法 不能解我的疑惑 我还是觉得 如果真的有的话 为什么去年不翻出来 所以我个人会判断说 一来他讲的暧昧不明 二来我又不相信他真的有 然后却不翻 只是因为他是陈其麦 不是新潮流的人 这个说法有违我的常识 有违我的知识 另外一个是韩国伟今天他就回应了 他说他看到的是检调 他听到他说检调的朋友跟他讲 检调侦查是不公开的 那赖清德之前跟立委吃饭被偷拍到 他也质疑是有国家的机器介入 所以他很怀疑 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国家机器的介入 但是至于他跟这个新庄王小姐的关系 他说黄文才已经帮他解释清楚了 不过我觉得因为他现在是市长 大家会多了一道公务员的想象 所以他有讲说我当过市长之后 我就再也不会去跟人家打麻将 可是一般民众 一般民众不是公务员打麻将 又怎么样呢 讲的会声会影 那各块是什么小三 这个连爆料的人自己都讲的很隐晦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疑点 会声会影的成分居多 另外一个更好笑的是我们刚才前面 云林的农友林嘉欣 他是说他觉得吴子嘉这样的爆料 其实是要铺陈一件事情 要铺陈寒冰不是李嘉芬亲生的 所以他在5月25号 那个节目专访是5月24号 隔天林嘉欣就说我先爆 这几天听了好几次这个事情了 这几天的铺陈 某个人就是要直指寒冰 不是李嘉芬亲生的女儿 莫名其妙的政治 搞到一个小孩子被拖出来打 难道这是跟熊生的吗 还蛮幽默的 但是他下面那段话都有一点 有点调诡了 如果这个爆料你会以为是民进党爆的 对不对 他说不是呢 他说要多学一下民进党真枪实弹 所以他意思说这个爆料不是民进党爆料的 那难道是国民党吗 国民党是郭董吗 大家有这个疑问 但是这个有几个字我不能讲 他说要是民进党才不会派个鳖山在暗示 直接制作影片散布了 乡下地方还要制作金美海报到处送 后来他在其他留言有陆陆续续讲 他就说你们可能会以为是郭董 其实也不是啊 是他觉得是国民党一些救世力的大佬 要去攻击韩国瑜 这是他其他PO文的这个爆料 不过 我觉得现在嘉欣他也转趋低调了 所以这件事情 他说让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就过去了 他不愿意再讲 不过他等于说是被他提前爆料 不过这张照片可以看到是李嘉奔 他被问到说 听说韩冰不是你亲生的时候 他大笑啊笑到不行啊 他说真的是就把他当笑话一折吧 可是你看一下画面 脸型鼻子眼睛嘴巴 你要说不是亲生的 他就是韩国瑜跟李嘉奔的综合体啊 就一模一样的 对啊 我觉得要说他不是亲生的 孩子喔 像不像爸爸 这个真的有点奇怪 外人一看就 其实大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了 对啊如果不像的话 那实在是说不过去啊 好 那关于刚才就是提到的这个 韩国瑜市长他在北农总经理的这个任内的期间 到这个王小姐 新庄王小姐加打牌的这件事情呢 事实上韩国瑜自己今天也有回应了 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我选过高雄市长 我已经经过非常严厉严格的考验 我想讲的是三十年前 我创办了台北县第一个客家同乡会 我做了三年的李市长 我就把他交掉了 过了二十七年 台北县客家同乡会也被查账 我们发现很多客家朋友在都市 有的时候他内心很寂寞 我们把他办一个同乡会 这只是取其中一个例子 原来三十年前 我当同乡会李市长的都被检验 所以这一连串 这一段时间来 不管是抹黑 重伤 造谣 事有若无 事真若假 事真若患等等 事实上我这两年来已经经历非常的多 那包括上个礼拜在这里 大家说二十年前我喝酒手放哪里 今天大家说我两三年前睡在哪里等等 我觉得这些抹黑应该似可而止 因为你听我说完不要急 这些抹黑应该似可而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然后就是如果 这个为什么 吴子佳董事长说检调 检调是侦查不公开的 那为什么半个月前 賴清德前行政院长 跟八位立法员吃饭 整个被曝光了呢 是不是有国家公权力 真的介入来当打手 这是不对的 检调是不公开的 而且我在台北农产这段时间 所有的帐都被爆走 开了十二张船票 全部搜查 有问题早都应该爆发出来了 那至于这个打麻将的事情 我不是公务员 我到了高雄市到现在 我没有打过一场麻将 我先把这个事情 问题要讲清楚 黄文财先生 已经做得非常清楚的解释 他很了解各种来龙去脉 我就不再评论 好不好 那打麻将第四个人是谁 那现在就让黄文财先生去解释了 因为这个我不用再去讲了 不是说每一个人讲一件事情 我就必须要指天立地的 讲了四千万 我说我不惜吃高雄市市长 我如果老是讲这些话 我自己都觉得没有意思了 而且还要把这个市长这个职务 拿来当作发誓这个 没有意义 好上礼拜还冒出了一个话题 就是大家一直开始批评他说 韩市长居然到现在 他已经把心理的接班的人选 都已经想好了 已经有复案了 然后马上大家就开始骂说 哈你市政都还做不到 还做不熟 你就要落跑啊 骂得很凶 可是他到底这个来龙去脉 是怎么回事 来赶快帮我们剖析一下 我们先还原一下 好还原县长 当时是因为有市长问他说 你心目中市长补选的人选 到底是谁 他说没有 我们现在心里有想 但是未来会不会化成行动 彼此主客观会不会接受 这都还不一定 我自然会有一些人选 在我的脑海里面浮现 但是不是很成熟 我只是讲一下 而且当时记者还追问他 是不是你这个三位副市长里面 有做得不错的 那时候韩国伟还听不懂 他说我们三位副市长都做得很好 他们都是这个 在他们的岗位上 我们上个星期节目也播过这一段 在他岗位上非常认真 然后他浑然不知道 人家问他说是不是三位副市长要接班 后来再补问他说 是不是他们是很不错的接班人选 他说没有啦 还没有想到那 他一副就是说 有这个问题他从脑海里面有想过 有几个名单他有闪过去 可是一点都不成熟 而且不见得会化成实际的行动 可是这样子一个QA的过程 就被直接写成说 就走中了 就是标题会杀人嘛 就变成一个标题是 韩国瑜已经有接班的人选 被案人选的感觉 然后大家又开始拿这个来骂 甚至拿这件事情去问館长的时候 館长也是把他大骂一顿 然后更别说去问台北市长柯文哲 去问他的时候 柯文哲就笑他嘛 说什么他要把经济100 政治零分 改成政治100 经济零分 可是这个同时也是 采访的QA过程中被浓缩了 当时的这个采访过程 因为当时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还在日本 所以他第一手讯息 他可能还没看到新闻 对 等于是记者问他 他当场第一时间吸收 是记者问他说 韩国瑜市长6月1号的时候 要办2020的造势活动 然后柯文哲 抓抓头 很厉害喔 真的还是假的 蛤 蛤很久 然后记者问他说 你会觉得这个动作很奇怪吗 现在大家就觉得说 记者现在问好像 有点带风向 带立场的感觉 然后柯市长就说 那他怎么样 高雄还要不要上班啊 然后记者就补刀 所以说 他说他找到了代理市长 怎么变代理市长啊 对 就直接挑代理市长 然后柯文哲 蛤的更大声 然后记者又再补一刀 那你觉得他这样负责任吗 然后柯文哲就说 当然是差异啊 可是柯文哲开始有警觉 你确定你的情报是对的吗 因为真的就不对啊 就不是那样讲 他不是已经找好代理市长 只是人家想到那个问题的时候 他脑海浮现一下 那怎么会被简化成 找到代理市长 所以就是这一段话 然后就变成了代理市长 对 就猫在钢琴上昏倒了 原本讲的是这样 传到另外一回事了 然后记者又说 他过去说 经济100分 政治0分 你觉得他现在几分 然后柯文哲就说 那现在就改成 政治100 经济0分 整个标题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有时候媒体在问他的过程中 很容易会 造成奇奇怪怪的效果 那我们现在为您访问到 台南市的议员 谢龙介 龙介兄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龙介兄 你有没有听到 大家上礼拜在讨论说 韩市长居然已经找好了 接班人选了 你听这件事情 真的有所谓落跑的感觉吗 没有啦 没这个事情 哈哈 没这个事情 你觉得他是怎么说 他是怎么说 没有啦 他是在说 他在想到 想到最好的人 他现在目前 还在拚高雄的建设 没问题 他不用听听 他要選總統 当然他就要面临到中 他如果算到高雄市 要怎么補算 他要扶钢酸 他没有丟啊 龙介議員 那我們上禮拜 也听到很多消息 包括說 吳子佳講說 有檢調 有他進出 過夜 這個新莊 王小姐的引帶 另外一個還說什麼 這個可能他會有 這個韓濱 不是他親生的 這些事情 你有聽說過嗎 還有沒有其他 其他的那個黑料 就都沒用 你要說他頭生的兒子 有人這樣 我也覺得這種 影射的殺傷力最大 那檢調的單資料 怎麼會露出來呢 那執政者 你到底你是要達到什麼目的 所以我們覺得說 很多的爆料 那最後只是要想要影響什麼 這說的就是要把韓國瑜人格抹殺 民家抹殺而已 所以要讓韓國瑜現在就受傷了 你結果你剛抹殺已經一個多月了 超過了 他的民調還在那裡高 為什麼 所以大家有危機感嗎 我也看出危機感 不是說韓國瑜六月齊 他現在這種 本來是六月裡 台中比較要辦 現在六月齊 台北市就先拚了 為什麼因為台北市的運輸系統 網路比較完整 可以讓很多人快速的時間來到這裡 所以韓市長要來 主人有很多人就對了 我們現在南部聽到 只靠電話說要來就夠多了 議員 你們現在這個聽說中南部要上來 那一天要北上 車票都訂不到 叫搖軟車好像也很不方便 那到底要怎麼搭車上來會比較 比較 有的人去做油門車 因為我們都不動員 所以有的人是怎麼 他在30歲 自己出錢去考一台 有的人坐火車 有的人要隔天 水災人 有的人要騎摩托車 有的人要騎摩托車 有騎摩托車 騎摩托車 現在騎摩托車 我告訴你 台北市不必富城 所以騎摩托車要洗你 尤其那一年聽說的大雷魚 所以傑凡你就知道 氣象 氣象 氣象不好 所以要帶火衣 要帶火山 最好呢 就用保溫杯 再帶一杯強無茶 如果老闆比較不會感冒 身體夠好 要照顧到10月10月 把安國路送進去總統府 議員 韓市長他今天在議會質詢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他有些問題 如果預想的 他回答了 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做市長 你都要想選選舉 可是有些問題如果不回答 又說你都沒有準備 所以他今天有講到說 其實如果選上了總統之後呢 就職典禮就辦在高雄 他說他選了競選總部也要放在高雄 競選總部也要放在高雄 就又會有人講說 哇你講的這個不切實際啊 你都想好了 那你怎麼看他今天講的這個 到底有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你 他靠到什麼不離高雄 三句不離高雄 他一心一意就是要停高雄 就是要照顧高雄 這樣而已 沒有什麼 這個要相信韓國路的心 這樣好嗎 好 謝謝榮介議員 謝謝榮介 榮介兄 謝謝 剛剛還有提到 星期六下午天氣不好 要參加活動 可能要準備語句 而且聽說好像會到十幾度 十九度 好 所以這幾天 天氣要特別注意一下 我會幫大家持續關心一下 天氣的變化 不過說到天氣 高雄這個有個水溝蓋 要排水這件事情 這兩天又引發話題了 這個事情從昨天爆出來 就是高雄有一個禮 它這個禮裡面的水溝蓋 出現了四片 實際上金色的 金色的 真的 還有韓國瑜的圖騰 還有高雄市最新的LOGO 但是大家會覺得比較奇怪的是 這個感覺沒有什麼不對啊 但是網路上 韓黑的粉裝已經開始在轉貼 說浮誇啊 這個韓國瑜拍馬 這個基層拍馬屁啊 什麼什麼的 就講得很難聽啊 可是一查 好像有一點點怪怪的啊 因為這個里長叫吳三雄 他是民進黨 高雄市黨部的職位 而且他是民進黨籍的 他跟立委趙天靈呢 算是他的這個系統的人馬 所以大家想說 這個這麼民進黨的人 弄出了這個金色的水溝蓋 到底是 是真的說他認同發大財 還是說他故意要去黑韓 就是高級的反串 所以大家就看不出來啊 不過韓市長有特別講啦 他覺得因為他是民進黨籍 他認同發大財嘛 所以他們一切都是尊重 只是說因為民進黨的議員 都在議會裡面 拿發大財這件事情來消遣 來一直說他跳針啊 一直酸他 可是民進黨的幹部 卻用發大財來當水溝蓋 而且故意選一個金色的 就不知道到底是真的真心認同 還是說他有不同的反串 但這個里長好像有解釋 他說這種水溝蓋 他們測試之後啊 防那個燈隔熱的效果是好的 然後他只是覺得 原本黑黑的不好看 所以他想做一些這個裝飾 他都有做很多的造型 這是其中的 其實這是其中之一 因為他還有其他的顏色 大概做四面 只是可能大家現在已經 含黑黑到有一點敏感 看不出真真假假這樣 但是他的臉書上面 已經開始有很多上去留言 有的是不看立場 他只純粹覺得這個美學 真的是很糟糕 這個美學的設計 真的讓城市的美學 搞不好有人覺得很好看啊 但我聽說有人覺得還不錯啊 看不出什麼問題來啊 但是有人說他認為他是這個 楊秋星第二 吳三桂 因為這個里長叫吳三雄 楊秋星第二 吳三桂後代 做這種又捧又微雄 但是不實用 浪費錢的水溝蓋 還有其他選你出來 是要頂著民進黨的招牌 結果你跟著阿爸的議長 千千年年 他把排水蓋 蓋成這樣容易致災 因為他覺得這個水孔太小了 感覺看起來很容易致災啦 他說你居心適合居心 還有里長說 還有人留言說 里長啊這個排水溝蓋 很重要的功能 是不讓災物掉進去 但是你這個水孔 水孔溝蓋那麼大 砂石落葉都會掉進水溝 就意思是說他設計的不好 還建議他到新北來考察 一個水溝蓋 結果引發了這麼多的討論 對 所以就不知道這個里長 到底是真心想要發大財 還是說是高級的寒黑反串 這個就不知道了 來看我們接下來這則報道 地面上金光閃閃 仔細一看 才知道是水溝蓋 但會讓人多看兩眼 原來上頭除了龍鳳圖圖案 居然還有韓國魚 跟柴犬的Q版圖案 水溝蓋除了造型圖案不同 還有特殊的設計 不但能防紋除臭 還能方便樹葉 及雜物的清理 而同樣的水溝蓋 共有四個 就出現在高雄市 新興區的得生裡 不過讓人驚訝的是 製作的里長 居然還是民進黨籍 雖然他強調打造韓國魚水溝蓋 完全是專業考量 但仍引起民眾不同看法 高雄市今年到五月二十六號為止 已經累積二十三例 境外移入個案 比起去年同期的十一例 高出一倍 其中鳳山最高五例 林雅 前鎮及三民區 也各有四例 而鳳山積水溶器 滋生並沒聞幼蟲 更被開出了三十張舉發單 顯示疫情一觸即發 不過也因為發大財的金黃色水溝蓋 意外引發話題 凸顯防疫工作 已經刻不容緩